比特幣的楔形會突破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日線上的楔形 那這個楔形其實 它形成的級別很大 日線 那再來是 我們上下的觸點都是有的 那其實現在這個楔形 其實 我們如果走出下降楔形的話 它通常是一個比較看漲的形態 但是 看漲 那 就可以意味著這個形態 它其實走的是一個上漲的終極 那麼 如果說 對於我們前一段的上漲來說 我們現在走的這個調整形態 它作為上漲終極 它是合不合適的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 這部影片要說明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我們當前的調整的這個形態呢 我們來去對比一下 第一個是 它前面上漲的幅度 就是從我們最底部 然後一直到我們最頂部的這段上漲幅度 看似感覺還不錯 就是我們上漲的幅度其實 其實相匹配我們這段調整 其實 並不會說太誇張 但 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也需要考慮進來的 就是 我們在下方的這個吸筹區間 它跟我們 中間的 這個 準備的區間 它是匹不匹配的 那這個匹不匹配的意思呢 指的是 我們量能時間的堆積 雖然說我們在最下方的這個 箱體呢 它震盪只有62天 說實話 它 相對於之前的幾次 底部的箱體 62天其實算是 時間非常非常短的箱體 非常非常短喔 基本上我們都在 100多天 甚至如果說大家有去覆盤 我們上上一輪的熊市的話 它甚至有到一年之久 那其實62天呢 算是非常短的 再來就是 我們即使只有62天 時間很短 但是呢 我們卻創造了1.6個M的量能 表示我們在下方這裡 即使說它量能 時間很短 但是量能呢 卻是不少 那我們來對比一下 其實我們在上方這裡 我們累積的天數 已經來到了非常可觀的93天 93天 下方才60天而已喔 然後我們在這裡呢 已經累積了1.2個M的量能 所以 我們以當前的這個白色的調整的型態啊 我們是絕對有能力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時間 再加一點點的量能 我們就有能力去逆轉 我們自從 我們這個吸頭箱體以來的這波上漲 因為我們下面的這個吸頭箱體 它的底不夠厚 如果說我們的底夠厚的話 那我們後面的上漲 它就可以走得很深很遠 即使中間遇到很大幅的這種回調呢 應該說很大 大型的這種調整的箱體 也不需要太怕 好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 其實我們以當前的調整來看啊 跟下方的這個吸頭箱體 它已經有點不匹配了 它只要再多一點時間 它就絕對有能力可以逆轉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其實像我們之前啊 我們再對比一個案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調整的形態 中間的這個調整形態呢 我們把它給詳細的畫出來哦 這個調整的形態呢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它整個 整段在震盪的時候呢 走的量能堆積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裡總共走了53天 然後610k的量能 當然這個是以比特幣為單位 那我們在最下面呢 這個底它就很厚實 比我們現在的底呢 要厚實的多 像我們在下面這個箱體啊 它走了80天左右 大概是1.6個million 1.6個million 那你可以看啊 我們對比這個 671k的話 它就僅僅只是一個零頭而已 所以 像我們在中間的這一段震盪呢 哦 它 完全有下面這個底 給它拖住 所以它後面繼續上漲 就顯得非常合理 也就是中間的這個調整啊 它的時間量能 還不足以威脅到 我們這一整段的上漲 所以它後 後續就是突破了 那我們當前的盤面呢 其實它是 絕對有機會可以威脅的 它的震盪的時間呢 量能等等等 已經非常非常久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就是 我們在2019年的這個例子 我們在2019年的例子呢 你可以發現 當時 這一段的上漲 它是非常健康的 怎麼說健康呢 健不健康 其實也是相對的 這一段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發現 它的量能是足跡增加的 足跡增加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我們現在 量能的表現就是 我們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是 逐步逐步的在縮的 一直縮 一直縮 從我們在 這個水準 我們來看一下 從我們在這種水準 然後一直降到這種水準 然後呢 到最後衝刺的時候 只剩下這樣子 一直在降低 那這是 不太健康的一種情況 尤其當我們價格再繼續走高 所以 即使我們最後真的是 最後往上突破了 我們一定一定也會見到一個 爆量的量能出來 因為我們這裡的上漲 它如果說 沒有地震的量能配合的話 我相信是絕對走不了 多遠的距離 如果沒有像我們前面這樣子 這種 很明顯增加的量能的話 它的 這段多頭的趨勢 它是走不出來的 那當然 其實反著來說 我們這一段 它其實在日線 絕對是已經走空了 但是 為什麼說 並沒有那種順暢的下跌 其實也是量能的關係 空頭並沒有 很強勢的發力 好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 2019年的這個例子當中 這個例子當中呢 其實像 我們這種調整 欸 對不對 我們需不需要擔心 它有可能逆轉 我們這整波多頭的上漲 其實 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 我們下方 這個基底夠厚實 下方 這裡走的時間 堆積等等等等 吸筹的時間真的夠長 130天 130天 我們現在只有60天 當時走的是130天 走了1.476個M的量能 所以我們下面的這個底 它是很厚實的 絕對夠厚實 像我們這種 調整 威脅不了 我們原本的上漲趨勢 這裡的調整 也威脅不了 那直到我們什麼時候 會出現 威脅得了 足以逆轉 足以改變 暫停 至少我們就說暫停吧 暫停這波上漲趨勢呢 最終的 震盪的形態 就是在我們上方的這個箱體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上方這個箱體 它無論從震盪的時間 然後量能等等 它都是比前面兩個 要來的明顯大的很多 甚至它可以跟我們原本 下面的這個底座 去 相互叫板 你可以看到我們上面在這個位置 94天 1.7個M的量能 那其實 我們如果對比當前的盤面 我們就正在走出一個這樣子的形態 這樣子的一個頂部 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還是很 很關心 這條趨勢線它有沒有被突破 如果說突破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做一場直播 但我認為呢 我個人其實 盤面走 走空了嘛 然後 越震盪 時間越震盪 對於空投越不利 那麼我個人 在這波上漲當中 也是沒有去做多的 即使它後來又往上 突破了一些到我們27500的主力呢 我個人也是不會去做多的 那27500呢 其實在當前來看 它是一個雙重位 也就是趨勢線 還有我們水平的互換 它是 基本上是重合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我會非常關心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其實我們今天是 非常關鍵的一天 很值得注意的一天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Bitcoin Dominance Bitcoin Dominance 它在今天 就在今天 它創下了 我們過去777天以來的新高點 我們從這裡 大概777天 一拉 你可以發現 770天左右 這麼多週啊 這麼多週 然後呢 我們今天終於創出了一個新高點 那麼 這個突破 它是不是一個真突破呢 其實我個人會很傾向於它是一個真突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週期 其實它是按照著原本的 固有的週期在走的 什麼是固有的週期呢 如果我們把Bitcoin Dominance的圖表 跟Bitcoin Dominance 把它重疊起來 然後一起做對比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了 什麼意思呢 好 我們從週線 我們從週線 打開Bitcoin Dominance的圖表 然後呢 我們在打開Bitcoin Dominance 當然這邊有上了色 色有其他的用意 不過我們這邊不需要用到 我們就看它變化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尤其我們走牛市的時候 走大多頭的時候 這個Bitcoin Dominance 是瘋狂的下降 因為大家都在炒山寨幣 所以我們換個角度想 現在它就不是炒山寨幣很好的時機 像比如說 很多人可能會在討論一些熱點的山寨幣 確實 我也有注意到 確實有幾個幣 長得是蠻猛的 但是我個人是沒有去玩的 我在這波上漲呢 也沒有去買任何的山寨幣 如果以太坊不算山寨幣的話 那我是沒有去買任何的山寨幣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當前走的 其實它非常符合週期 你可以看 像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欸 比特幣上漲 那我們的Bitcoin Dominance 它就在往上漲 然後 我們在後續這段 調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是微微震盪 然後 在微幅的震盪 那當我們比特幣 開始發動行情的時候 欸 Bitcoin Dominance它又往上漲 所以我們從現在 然後一直到我們牛市開啟的時候 說不定牛市開啟是在 可能至少也減半過後嘛 2024年的4月過後 明年的4月過後 我們在這段時間呢 其實Bitcoin Dominance 它都會呈現這個走勢 那我們去玩山寨幣呢 就非常不適合 所以其實現在呢 還是以Bitcoin為主 其實這也非常好理解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 不確定性比較高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是牛市的話 那肯定沒問題了 山寨幣它的漲幅 肯定比比特幣要來得更高的 不過 現在市場還並不是到很明朗的時候呢 其實比特幣 它 風險的程度呢 肯定是比山寨幣要來得更小的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對了 如果說 大家想要 把我一個免費的倉位呢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點擊我影片下方的鏈結 現在只要KYC入金100美金 就會立即贈送1000美金價值的比特幣合約倉位 這是贈送的 贈送的 也就是 你只要充值 你立刻就可以領取 你完全不用有任何的等待 那麼如果你是要現金活動的話呢 是需要等待的 所以很歡迎大家可以點擊這個鏈結 你就會來到活動介面 那麼你可以選擇多單 或者是空單 就可以領取了 前提是要完成任務條件 好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 好